天王周杰倫今天才剛下飛機 就直奔自家炒牌活動 日前才得到腸胃炎爆瘦 周董的臉色看起來似乎不太好 被問到女友昆凌有沒有給他補一下時 周董又開始拿其他人當擋箭牌 阿朋友你會心疼嗎 還不錯啦其實 沒有啦我覺得 對啊就是我覺得 但其實多少公斤 通常六十幾公斤是算剛剛好的 媽媽有很心疼嗎 對看他感覺還蠻心疼 但是報紙上這個拍的照片感覺 又還不錯的耶 所以你知道這有時候很兩難 不過大家可沒那麼容易犯過他 過年八月過二十歲生日 我傳周董大修畢帶他去小尾一度假 甚至連預知蜜月的說法都出現了 算是蜜月的旅行嗎 當然不算啊對啊 因為這個就是這個休假 休假有時候比如說跟朋友去打球 或者去海邊游泳 或者是去曬太陽去健身 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那這個度假是可以順便幫好朋友 如果有二十歲 但是一個成年齡嗎 好朋友喔其實好朋友其實 哇很多耶 那我覺得我的重點就是 其實度假就是跟大家朋友一起出去 周杰倫沒承認也沒否認 只好趕快對旁人使個眼色 解除這段訪問 好OKOK好謝謝 謝謝今天到場所的媒體 大家的眼朋友們謝謝你們 請看在這邊還是要 三五視頻娛樂台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搜狐視頻 我是孫莉